我们的牙庄之旅已经结束了 现在呢已经回到遗食了 自从我前女友出现在遗食过来找我 引发了很多的争论 同时呢也给茉莉造成了我给她不好的印象 所以呢粉丝比较担心我 以后如何和茉莉继续往前走 还有没有发展的空间 说实话我现在呢也是一头雾碎 因为我对我前女友性格的一个了解 她是一个不达到目的不发修的一个女人 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大家呢也能看得出来 这次呢去牙庄之行 我也很伤心 因为时期告诉我前女友 我们的根据地告诉我们的弟子 现在呢已经回到第一时了 我们分析分析啊 看一看到底呢 这位女孩是去还是留 我们再做打算 说实话我在迪石呢认识的这些小妹妹 虽然呢她们的年龄不是很大 家庭条件并不是很优越 但是在生活当中呢 她们都挺听话的 而且呢也懂得学习 我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 她们平时我们不直播的时候 我在做什么 十七我找你有点事你先出来一下好吗 你们继续继续 Let's go 十七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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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十七呢找了一家附近的咖啡厅 我们坐在咖啡厅里谈一谈 OK 十七在生活当中 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这么久 我认为呢 你各项表现都很好 而且呢 你也很励志 很努力 但是呢 这次去亚装 真的挺让我失望的 十七 我们已经知道了 很久 很久 在亚装的时候 有很多人 我也不希望 我的事情 情感的问题 影响到大家的情绪 所以也没有当面 认清楚这些事情 既然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 我想知道一个真实答案 为什么 你告诉 大妹 我们在亚装的根据地 具体地址 我认为他很可怜 我认为他很可怜 告诉他 我们在亚装的地址 你面对莫利的时候 莫利会不会很伤心 我认为他很可怜 我认为他很可怜 我认为莫利感到非常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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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很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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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今天不高兴见到我 她今天不高兴见到我 那我想问一下 大妹有给你什么好处吗 那为什么他问你 我们在哪里 你就直接告诉他 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他很不愉快 所以我认为他很不愉快 我认为他在哪里 我认为他很不愉快 我认为他很不愉快 没有人像他一样爱你 你了解我们的过去吗 你只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是这样对我 但是在生活里 你并不是了解很多 但是在生活里 你只看到他现在 有,但是你不懂很多 在生活 我认为他和你也认为他 在生活里面 我认为他很不愉快 我认为我认为他 他会笑我 他在生活里面 我认为他很感动 我感动 我认为他很感动 他很想支持他 虽然我和大姐 认识的时间很短 但我发现 他对他的爱是巨大的 在和我谈话的过程中 他经常和我一起哭 这让我非常感动 想帮助他 我认为他很感动 我也是一个女人 我认为他很爱你 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我希望你给他一个机会 我希望你给他一个机会 就像你给自己一个 重新找到幸福的机会 我希望你一个人 他会尽力 如果你继续追求二莫利 你们在一起的机会很小 有很多不学 我这么说 你会跟他一起 我认为他会尽力 我愿意 你不需要一样 他会尽力 我认为他尽力 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你继续追求二莫利 你们在一起的机会很小 有很多不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关于我的感情上的事情 然后你不要再参与其中 但是今天你跟我说出这番话还有你个人观点 我也挺欣慰也挺暖心的 因为你真的把我当作你的好哥哥 替我考虑这些事情 但是呢你考虑的这些事情 反而没有解决任何东西 添加了很多的麻烦 现在呢我个十七啊 从咖啡厅呢已经到家了 十七呢跟我说的这些事情 我感觉呢她的忠心思想 还是想我好 也是为了我考虑 所以呢才会让大妹去押装 她并没有错 只是她考虑这个问题呢不够全面 所以呢我感觉应该原样她 看看我们家里的成员 刚好 这也不过年不过节 又不是我生日 你留下吧 代表什么寓意呢 你先跟我说说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这么多人看着呢 如果不收价的话 我感觉也不太适合 谢谢你 谢谢你 干梦 可以拿给我吗 谢谢干梦 这就开心了 搜一下你就开心了 莫莉呢 莫莉 莫莉刚才不是练舞的吗 莫莉 我在做莫莉的 我要吃 干嘛呢 你一个人站在厨房干嘛 哎 怎么了 哎 你看是因为这个吗 是因为这个吗 是因为香水吗 为什么不让我看到你的脸呢 我吃 我担心 我担心 你 不可以 那没有 我 上 我 上 我 你 我 这 我 你 可能我刚才说的这番话你没有听到 也许呢兄弟们这就是我的命了 我特别了解我前女友大妹的性格 她的性格呢比较刚硬 她想做一件事情 她不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不会罢休的 同时呢茉莉呢 抗击打能力也是比较脆弱的 而且呢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我和她交往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一件接一件 我感觉我的出现 让她在生活当中 增加了很多的烦恼 增加了很多忧愁 根据现在这种现状 如果我还一如既往坚持去追求她 我害怕她很苦 所以呢为了我这个大家庭所有的成员 不会因为我和大妹还有茉莉 情感上的这些烦恼的事情影响到大家 我只能做一个决定 接下来呢我会找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和机会 找到茉莉 让她私下谈清楚 我们以后就是老板与员工 还有朋友的这种关系 我也不会再表明我的心态继续追求她 我会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清楚 以及大妹 我也会跟她说得很清楚 她要是愿意留下来 继续辅助我教这些姑娘她们中文 让这些姑娘有所成长 这就是大妹的加持 但是情感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也是朋友 为了大家聚在一起是一段缘分 愉快地继续往前走 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我相信所有的困主 所有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我也坚信 我选择来这个地方是正确的一个选择 这段时间呢 感谢大家的陪伴 也许呢 我在越南的感情 喜欢的女孩 或喜欢我的女孩 虽然很多 但是呢 我的情感确实是很坎坷的 我也没有想到我是这样的命运 但是呢 我们得认命